我是弯弯没想到呀 盐糖大蒜 放一瓶啤酒 味道那么好 这个视频呀 你可以一定要仔细看完 我把配方教给你 学会幸福一生 大蒜呀 散容紫皮的大蒜 外边的两层老皮去掉 去掉根部和头部 三十年的大蒜 倒入祖传的活面喷中 倒上不要钱的自来水 反复的清洗两遍 放上水加上四两盐 浸泡八个小时左右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辛辣味 根部朝上在太阳下通风处 晾干水分 然后倒入盆中 要想更加的好吃 香料水是关键 放上八角桂皮 香叶花椒 水开熬五分钟左右 把香料充分的熬出来 放在盆中冷却一下 三十斤大蒜要多少点水 放上三斤的盐 一斤半的白糖 二两的高度白酒 一斤的生抽 一斤的陈酥 把这些香料水和开水充分的冷却 倒在蒜里面稍微再加点盐 放上一瓶啤酒 加点啤酒 腌的大蒜 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把配饭和比例都交给你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姑娘支持一下 就是对着屏幕啊 点两下 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 加上啤酒 大蒜 清香美味 发酵的更加好吃 封闭起来腌制 三十天左右就可以了 放一年也不会坏 喜欢的朋友们关注我 你肯定用得上 好